今天我来的就是做个见证言 既然你们两个都想做居下楼的主厨 那就说说各自的履历吧 是的提督大人 我叫绍安 这居下楼的主厨原本正是在下的师傅 哇塞那你不是好棒棒 就在不久之前我已经晋升到了上级厨师 相当于高级知识分子 希尔顿不了的我敢顿 起来登不掉的我敢登 选我做主厨 以后您来吃饭我给您打八折 八票还能开办公用品 那么能不能自带酒水呢 这里的酒水您随便喝 年轻言年轻有杯啊 以后好好干 出世界的未来就靠你了 多谢大人栽培 大爷这黑幕也太黑了 我还没锁话呢 你还有骂话好说 爷你多厉害酒水随便喝 你没听见吗 他师父是我骂 那又怎么样 这方爷是我们家的 那又如何 我就不信索您再来给您免担吗 来人法回从神 我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 既言是选大粗 那么你们就说说 你们的菜做的怎么样吧 我擅长穿鲁岳淮阳各大菜系 常年就任于各大知名酒楼 别偏知道吗 作言要低调 兵子爷一半 有妈了不起的 那孩子你说 报告提督大爷 我叫流氓姓 白号小弟祖 这孩子名气的太过了 说你会做妈菜 我点我从小放棉面泡就一绝 爽手能摆巧克力 散植能捅干脆面 在我治下的草市 里面的放棉面 没有一袋是完整的 这点草市老板可以作证 太对了大爷 我给他作证 太好了 这孩子我把他走劲啊 适合干大厨 提督大人 适不适合做主厨 还是要厨艺说的算 恶言说了算 我又乃吃草面面 太好了大爷 以后会会给您泡草面面 那个还是比拼一下厨艺吧 提督大人 我烧的菜非常好吃 我有信心 草菜烧的好 要饭要到老 大爷 我接就给您泡草面面去 但是我们还是要比草菜 爸大爷好棒呀 我真的猜不透您呀 我他妈都懵了 你们不会是在演戏吧 那么骚案 您先开始吧 好的大人 您想吃什么呢 那就来个糖醋熬力给吧 下集开始做